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16日 马体会判设好波 周四凌晨 欧关联分组赛B组的一场对决中 马德里体育会将和波图展开较量 前者经济风险人才挤挤 而且阵容厚度也比波图高出不少 马体会是意见值3分 本届欧关联分组赛中 B组显然是关注度极高的死亡之组 及其利物浦、AC米兰、马体会和波图 想在该组进入前二出现谈何容易 对于马体会来说 利物浦和AC并不好踢 波图是必须拿下的对手 要轮欧战经验 波图不会输时给马体会 上届欧关联他们甚至进入了半准决赛 而马体会则止步16强 不过先后将他们淘汰的球队都是最终 攻击线组合 这对封线搭档威力如何 无需多言 配合本身足够硬气的防守 马体会是意识取分组赛开门红 阵容方面 后卫使提分 鲨欧被罚停赛 波图连续多个赛季在浦超位列前二 联赛发挥稳定性不容置疑 因此他们也有持续征战欧战赛事 其经验丰富程度不亚于马体会 虽然马体会上仗联赛面对埃斯宾奴差点翻船 但球队全力被战欧关联之心可以理解 而波图进三轮联赛有二仗 未能全取三分 状态平庸让他们金仗蒙上阴影 作为上季头号的分手 伊朗前锋迈迪 泰利美本赛季仅取得一个入球 如果此子不能尽快找回入球感觉 波图进入双线作战的赛程后将会感到压力 波图上戒欧关联表现不俗 16强暴冷淘太祖云达斯 甚至在半准决赛中还给最终的冠军车路士 制造了不少麻烦 众所周知 上季车路士非常重视欧关联赛事 在这项赛事中他们表现远比联赛出色 尤其是防守方面几乎滴水不漏 不过惊突对手马体会同样也是防守堡垒 对比车路士 甚至有过之二而无不及 而且他们上季重夺西甲冠军后 更加大大增加了对欧关联冠军的渴望 波图此番分组赛对雷马体会恐怕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门将马杰斯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